半年前一部《天下无贼》捧红了还是群众演员的王宝强 这让很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义无反顾的来到八一影视基地 希望有一天能成为第二个傻瓜 曾经担任军旗飘扬副导演的孙某 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 垄断了八一影视基地招募群众演员的业务 由此大肆敛财 孙某在影视基地附近的林家坟村租用一户 可以居住四五十人的农家院 他在房间内K上王宝强的照片和语录 用王宝强的成名经历给这些群众演员洗脑 经过半个多月的侦办 丰台警方于近日打掉了这个团伙 目前孙某因涉嫌强迫交易被刑事拘留